這表也太好看了吧 喜歡嗎 送給你 好啊 不對 不公平收入 我不能說裝什麼客套 是兄弟就收下 OK 你說我兄弟 我收下 謝謝 謝謝 如果黑黑的訊息妳好 只有他跟妳說話 怎麼會是這種表情 沒錯 好心看他腳被拐到幫他 居然給我得寸進尺 他要幹嘛了 他明明知道 我們每天早上七點 要固定運動 他居然叫我去接他 我完全沒有時間運動 結果人呢 現在幾點 八點 他還沒有出現 就是因為他這樣沒有紀律 我的生活節奏才被他打亂 走 副駕鑽車 爸 你月餅不要吃太多 血糖那麼高 到時候血要飆高了 我先出門 快去吃吧 麻煩不要亂動 我腰快斷了 還是我幫你背 不要 是他害我受傷的 他應該負責到底 我還是不要加入你們站的 我跟你們說 昨天去祝我生日快樂 我真的超超超開心的 你們知道嗎 他從來不回別人留言的 所以這個就是你今天花 一個小時出門的原因 那當然 我心情好 當然花多一點時間打扮漂亮 心情好跟打扮久一點 神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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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臭男生不懂 不懂 我覺得G好像是外國人 他唱英文歌 留言又是英文的 我覺得我應該要去補個英文 是不定有照一日會嫁給他 然後生個混血寶寶 可愛死你們了 根本就不認識人家 就可以腦補那麼多劇情 搞不好G 他又醜又窮 又禿頭 還結婚了 那你要怎麼辦 我覺得我真的要去好好補英文 增加我英文能力 那你可以說王太太 聽說她最近在學英文 俊凱 我覺得妳這個題非常的棒 不會 趕快去學 就找王太太學英文 然後妳就會說性風 性風 性感風 不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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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套了 趕快去 聽到來 來 怎麼沒幫我打開呢 看妳的要是用手 不是用腳 我的手 因為我腳受傷的關係 連帶受影響 李宇軒妳 太好了 還是俊凱貼心 妳用手錶新買的 滿好看的 這是我兄弟 迪玉軒送 難得眼光這麼好 挑到這麼好看的款式 哪裡買的 不知道 我爸買的 那個 該不會是你爸今年送 你的生日禮物吧 對 你 你把你爸送你的生日禮物 送給別人 你又不是別人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不 不是 為什麼那麼私利 你喜歡就拿去 反正我爸不知道 等一下 你爸知道 他剛剛還問我 我跟他說是你送的 這是你爸給你的愛 你怎麼會送給我 為什麼不行 我已經有表了 而且人家喜歡 剛好無盡其用 李宇軒 你是笨蛋嗎 怎麼連這種事都不知道 我以為我爸送我的禮物 那俊凱剛好也喜歡 他應該會很開心吧 不會 不要還送給你 就是 我跟你講 我承受不起 別人送給你的禮物 你就算不喜歡覺得不適合 你也不可以叫我 直接轉送給別人 這樣送禮物的人很傷心 你看 我們不然以後 我直接跟我爸說我喜歡什麼 這樣我就不會送給別人 我也用得到 你們的反應會不會太誇張 就只是一支錶而已 你不是要帶我們去賣場 走啊 好 我去開車 你們在門口等我 好 我 得寸進尺四個字 你們寫吧 害我受傷這四個字 你們寫吧 走 我們往門口出發 我就不相信 有什麼我李大同教不來的學生 爸 爸 你的那個書法 寫得越來越好了 入目三分 你怎麼大勁都不喘一聲啊 嚇了我一大跳 以後不要再送我錶了 我已經有了 不是 你跟男人啊 都應該有一支像樣的手錶 是不是我挑的這個款式 你不喜歡的 不是 是因為我已經習慣用它了 所以 我還是會把它放在書桌上 當擺飾的 好吧 爸 這兩個比起來 我比較喜歡那個 這個 對 你喜歡這個 那 好 你 你拿去吧 謝謝 來 哥 我這到底是生了個什麼怪兒子 做人要厚到 既然是你害偏偏受傷了 你就得負責到底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就負責 我不是打到 好了 不要亂摸了 你剛剛還不好摸我 我們必須在 假大計 今天的活動馬上就要開始 冠軍隊伍準備出場